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我是灰晨 今天呢,我换了一个背景 就是在我的房间里面 因为平时我拍Vlog都是在客厅的嘛 然后这一次拍的这个主题呢 就想要换一个背景 所以我就进来房间 看看这个背景会不会比较好 因为后面是一个白墙嘛 感觉比较适合 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纽西兰租房的大小是 那我们开始吧 在你打算租房的时候呢 你其实心里应该有一个底 说你大概要租什么样的房间 比如你是单人的 你只是想要租一间房间 或者是你是双人的couple 你是情侣或者是你是夫妻 你们想要找一间双人房 又或者是你是一个小家庭 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然后就是三个人口 你想要找可能一房一厅 两房一厅 独立出入 这些 或者是你要找的 可能不要跟房东住 还是会跟房东住 有一些单人的呢 就可能会是 找床位 有很多很多很多种 这种不一样的房间 所以 当你在开始找房间的时候呢 你就要知道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样的 过后你就可以开始想说 你要找哪个区 比如我是在奥克兰的 然后我是想找在我工作附近 比较靠近的地方 找一间家 找一个住的地方 那我上班来回就很靠近 那我现在住的区呢 是东区 所以呢我们找家的时候 就会找回东区这一带 那就不会找的太远 然后早上开车 上班 塞车的时间也可以省去 那现在你已经知道 自己要租什么格式的房间 知道自己要租在哪个区 那你现在就会问说 我应该要在哪里找这些房源呢 我们在新西兰呢 比较多人用的 找房源的软件 就是Tradme 新西兰数一数二 蛮大的一个平台 就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资讯给你 再来就是 Sky Kiwi天围网 也是一个蛮大的平台 比较多中国人还有华人都在用的一个平台 里面也是有很多资讯 尤其是找工作的啊 找房子的啊 或者是做生意的啊 反正就是什么都有 它就是一个论坛 然后再来呢 就是后花园 也是一个APP软件 然后也是给大家可以方便找房子的地方 我们呢 比较常用的是Tradme 跟Sky Kiwi Tradme呢 比较多老外在用 所以你在里面的话 你可以找到很多老外的房子啊 Sky Kiwi的话全是华人 所以你就会找到华人房东 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去那些超市的information board 就是我们这里最大的超市 Pack and Save Countdown New World 超市结账出来 过后就会有一个information board 那个board呢 别人都会写一个小纸条说 我是什么名字 地址在哪里 然后多少房要出租 我是要找房客的 还是我要租房的都有 然后也会放下联系方式跟名字价钱之类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那边看自己想要的区 然后再预约跟那个人去看房子 就这样 过后呢 你就要考虑说 哪一个范围的租金金额是你可以负担的 在这里呢我们一个人租房的租金都要130 牛币以上 然后双人的话要可能要差不多250以上 然后如果是三人或者是小家庭的话至少要500块以上 这里呢我们的房租不是全部都是给月租的 多数都是一周给一次的 所以你一个月就要给四次 因为一个月有四周嘛 然后有些房子呢 会一个月收两次 就是你每两周给一次 然后有一些房子呢就是一个月收一次 但是一个月收一次的房子比较少 我们多数遇到的都是一周给一次 或者是两周给一次的 那现在你已经知道你自己可以afford的范围金额是在哪里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找房源 然后再跟房东预约看房子了 首先呢跟房东预约看房子呢就有好几个房子 我的做法呢是比较喜欢 先联系这个房东 然后问他的房子还租不租 因为有时候他们已经租出去了 但是他们没有把那个post拿下来 所以你就会不知道他有租还是没租 那我就会先问这个房东这个房子还租不租 如果还租的话呢我就会问他能不能给我看照片 就是我想要看房子里面的状况啊 里面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我会同一时间看好几家 我会同一时间看好几家的照片 然后我再从中赛选我比较喜欢的环境的照片 然后我再跟那个房东预约时间 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我就去他的那个地方看实体的房间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的话 尽可能都自己亲自到访去看看你要租的那间房子 是长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有很多时候呢 照片就是照片 他们会把房子拍的很大很亮很宽 然后你就觉得说 哇这个价钱可以租的那么好的房子太棒了 然后当你实际去看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那种很会拍照的人 都会把房子拍的很大 然后很美很明亮 在这里呢就比较建议大家选择在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去看房子 因为这样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那间房子的光线度 然后在没有开灯的情况下 光线够不够 然后就是看看家里的状况是不是比较旧啊 还是有些什么东西是坏了的啊 你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大概的看一圈 然后再决定说 这个房子是不是你真的喜欢的那一间 或者是如果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再继续 其实以同样的方式就一直去看看看看 看到你喜欢的位置 那首先呢 看房就有好几个注意事项 是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 如果你是跟别人合租的 或者是自己想要租单间的 或者是自己想要找一个就是房客的 就是你只是租一个床位的话呢 你就要特别注意的 以下几点 第一点呢 你就要看房子里面到底住了多少人 有一些homestay呢 这里的homestay呢 他们可以一间家住20个人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你住的地方 整间家家起来 总共住了多少人 因为你要知道厕所是有限的 厨房是有限的 在这里呢 我们一般上 煮的人比较多 如果你放工回来很晚了 你还要排队用厕所 排队用厨房的话 那其实你的生活就真的是 会很不开心 可能也要跟别人一起share冰箱 冰箱也很小 位置也很小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再来呢就是房子里面有没有小孩 如果有小孩的话 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小孩会吵闹 会蹦蹦跳跳 跑来跑去 这里的房子一般上隔音都不好 所以如果在你大周末 想要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呢 小孩在你门前跑来来跑去 跑来来跑去 蹦蹦跳跳 大喊大叫的话呢 你真的会崩溃 那接下来的一点呢 也就是跟小孩有关 就是你租的地方是双层的还是单层的 如果是双层的 你是住楼下还是你是住楼上 如果你住楼下的话呢 我建议你要三思 就像上一点说的 这里隔音很不好 所以如果你住在楼下呢 你很难避免别人在你的房间楼上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会有那些脚步声啊 别人说话的声音啊 吵架的声音啊 你都听得一清二楚 所以呢 你要考虑的点很多 你可以的话 尽可能住在楼上 千万不要住在别人的楼下 我们这一间家呢 就刚好住在别人的楼下 所以真的是很烦 下一点呢 你要搞清楚的就是 可以煮饭吗 因为这里有很多房东呢 他们租房 真的只是煮房 他们租房 但是是不会让你煮饭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一点 如果你是经常需要带便当上班的上班族 你就要 比较注意这一点 要跟房东沟通说 你的家是可以煮食的吗 有些房东会直接跟你说 我的房子是不能煮的 我的房子可以煮 但是少煮 然后有一些是直接跟你说 哦是可以煮的 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煮是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必须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不能煮的话 会给我们生活上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 你不可能每一天外食 因为外食很贵 所以这边的人呢 多数都是自己煮饭 自己带便当的 下一点呢 你就是要问房东 他有没有提供家具给你 因为这里呢 有很多房东 他们都是提供空房给你 你可以自带你的家具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家具的人呢 你要自己买全部家具 其实是很贵很贵的 这里的家具的收费很高很高 所以尽可能的话 为了省钱 你就尽量找有提供家具的房子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去看房的时候 你就看到说 诶房间都有床啊 有床架有移植那些 但是可能这些只是房东放进去摆 让你看得到房间的大概的大小而已 但是你搬进来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房子是空的 那你就真的是晴天霹雳了 因为你租了一间空的房 然后你也给了押金 但是你不得不住 然后你还得自己掏钱去买家具 那就真的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下一个要注意的点呢 就是停车位 为什么停车位会是一个问题呢 因为有一些区 他们的路很小 所以如果你们的车全部都停在外面的话 对面的家也停在路边 你们的家也停在路边 那两排的家都停在路中间 两条的路就变成单行路 那这种时候呢 就会发生什么呢 很多车经过那条路太窄了 然后就会呱呱蹭蹭蹭到你的车 然后得不偿失 你又找不到谁撞了你的车 但是你还要掏钱去修你的车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找房的时候呢 我们是比较注重这一点的 我们比较注重停车位大于房间的大小 当你搞清楚以上的这一些问题过后呢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租一个房间要有特别的限制 有的 这里的房东呢 他们都很奇怪 都有很多那种莫名其妙的限制 就比如我们之前租到一间房 他的那个房东呢 限制我们煮饭不超过10分钟 洗澡一个人不超过10分钟 我头发那么长 我怎么可能洗澡不超过10分钟呢 煮饭是要煮泡面吗 怎么可能会不超过10分钟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要求其实是有一点过分的 再来呢 就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限制 比如洗衣机一间房 只可以用一次 一周一次 因为他们有一些家住了20个人 所以他们就会限制说 一间房的人只能一周用一次洗衣机 为了要节省水费啊 然后也要就是可以公平的 让大家用得到这个洗衣机啊 所以大家就需要配合一下 但是煮饭的时间 时间上的限制跟洗澡时间上的限制呢 我是比较觉得不合理的 如果你说一个人洗澡不能超过20分钟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说不能超过10分钟 那我们女生怎么可能会不超过10分钟呢 最快最快 我都要15分钟 我真的是做不了10分钟的洗澡时间 那接下来的下一点呢 是想要特别给整租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把整间房子租下来 然后你需要注意些什么 那整租的朋友呢 我们通常都是租一整间家嘛 那这一整间家就是归你的了 首先你要知道有没有提供家具 因为没有提供家具的话 就是整间空的房子属于你 再来就是这里的正规房子呢 外面都会有一片草地 然后草地呢 的负责是谁 然后这个小草地呢 减草的工作是需要一直免贴的 因为如果你不减草的话 可能会被罚款 那这个减草的责任呢 是在房东呢 还是在租客 如果是在房东的话 那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不用理 那如果是在租客的话 你就要想办法 怎么去买一个减草机啊 或者是找割草的人 来帮你定时减草啊什么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防整租的朋友 记得房子不要租太老旧 因为太老旧的房子呢 隔阴更差 然后隔冷隔热也会很差 夏天的时候你会爆热 然后冬天的时候你会巨冷 所以也不保暖 所以住下来整个体验会很不好 所以你们要整住的朋友呢 要多注意这以上这几点哦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的家 你住的家可以养宠物吗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想要在家里养猫啊 养狗啊 然后这个部分呢也是需要特别去跟房东沟通的 不是说你整住了一间家 这间家就属于你了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要养什么就养什么 不可以的 因为如果当房东发现的话 他们可能会跟你们征收更多的押金 或者是可能就请你们搬走这样 来了这里我才发现原来很多房东是不让养宠物的 因为这里的家很多都是地毯 他们很担心宠物会尿尿啊 在地毯上面 然后把地毯都弄脏 或者是有一些狗是会拆家的 就是把他们的家具破坏 然后弄到家里很脏啊 很臭 或者是有毛发掉在地上啊 就是卫生问题、味道问题 就是房东最介意的 所以如果要养宠物的朋友们呢 记得视线先跟房东打一个招呼 如果房东真的不让你们养的话 你们就看 可以的话就不养 再不然的话就是 搬到可以让你们养宠物的家 那之后呢 当以上的问题都解决完了呢 你决定要租一间家了呢 你就可以直接预约房东 跟他细谈 租房的流程 比如租金 是应该要付现金呢 还是要转账呢 那我个人是比较介意转账的 因为转账的话呢 你就有transaction record 那你就可以证明得到说 我是每一个月有付房租的 因为有一些给现金的呢 不是说不好 有一些就是可能坏的房东会说 你没给啊 你没给会忘记 那这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很大的矛盾 然后你也不开心 房东也不开心 这样 所以最好还是建议转账 那就会有一个record 那大家都不用吵 过后呢 你就要跟房东讨论说 他们会收你多少押金 这里一般上是收一周到四周的押金 就是一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押金 不等 所以这一块呢 你就要跟你的房东讨论看看 看他们是想要收多少的押金 那这个押金呢 当然你们退房的时候 它是会退回给你们的 但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是破坏了的 同时也会在押金里面扣哦 再来呢 就是问你的房东 租金是要怎么给 要一周给一次呢 还是两周给一次 还是一个月给一次 一般上是一周给一次到两周给一次的 所以很少遇到一个月给一次的 所以这也要你们自己自己 底下跟房东谈 看看房东是想要什么样的方式 接下来呢你就要问房东 这个租金里面呢 包括什么东西 包括有没有包水啊 电啊 网络啊 这三个 一般上房东都会包 但是有一些呢 只是包水跟网络不包电 有一些呢 是都不包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跟房东商量的很好 然后以免后面有什么误会 以上都问完过后呢 就记得记得记得 要签合同 因为合同是为了保障双方利益嘛 就是有什么东西都白纸黑字的写在合同里面 那你们就算有一天搬走了 你们都还可以拿回合同出来 对于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做到的啊 还是不合不合理的啊 那房东会不会扣你们押金啊 押金给了多少啊 会退还多少都会写在这个合同里面 那这个合同呢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文件 for那些要搞visa的人啊 做visa的人啊 或者是要申请办理签的人啊 这个合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来support你们哦 那以上以上的问题都解决了过后呢 你们就可以很开心的搬家啦 那这一次的分享呢 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搬家经验 就是自己找房自己搬家自己沟通 这一些经验来跟你们分享 我们呢是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找房子 自己联系房东租房的 我们是没有透过任何的中介agent property agent这些去找房子的 所以我没有太多的经验在跟property agent租房子这一边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分享那一块的经验 但是呢我所分享的经验呢 都是我们一直一直不断搬家 然后累积下来的 所以想要跟你们分享 如果有什么东西提供错误的话 记得多多包涵 因为这也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人生经验 然后以上就是这样啦 如果你们有什么租房的问题不明白 想要问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哟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分享订阅留言按赞咯 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见